夏天的活動和大家差不多 都是喜歡下水 秋風起 我就喜歡踩單車 夏天呢 太陽眼鏡 短褲就不少了 秋天呢 當然是戴頸巾 保護頸巾 秋天的活膚程序呢 最重要就是鎖水的步驟 那就減算鎖水效能高一點的活膚品 而在不同季節 使用不同味道的香水 除了可以增加我們的個人魅力之外 亦都可以增加我們的人緣 在夏天呢 我就喜歡用一些比較清幽和淡的香水 而秋天我就喜歡用一些比較花香或者濃一點的香水 但是市面上一些比較Signature的香水呢 亦都很容易和別人撞 為了避免和別人撞香水呢 我就發現到一間呢 度身訂造的香水專門店 那就可以調教自己喜歡不同味道的香水 亦都不會和別人撞的 那這裏呢 有個8種不同味道的香水 那除了有水果釣的 還有花香 海洋 草綠 還有其他譬如說是巧克力啦 咖啡 應該有一種是合理心意的 而且可以根據個人不同的喜好呢 可以混合水果 花香 作為一些比較特別的香水 有酒精敏感的朋友 亦都可以試試這裏的香水 因為這裏的香水呢 全部都是油性質地 那就不怕敏感啦 而且呢 我發現到呢 原來香水真的可以千變萬化 只要呢 在主調的香水再加一點不同的味道呢 就可以令到的主調香水 濃一點又可以 清幽一點又可以 或者複雜一點都可以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下這裏的梨味 然後再加一個水味 原來這個水味呢 可以呢 令到梨味更加之sharp 喜歡花香的朋友呢 不妨可以試一下這裏的午夜玫瑰 再加上這個檀香 混合出來的味道呢 非常之清幽 高貴 優雅 我呢 都好喜歡呀 另外呢 我都好喜歡這裏的香水呢 細細枝 很方便呢 放在手袋帶出街 而且呢 這裡的香水油 比起我平時噴開的香水呢 是long lasting 很多 那大家調製香水的時候 我覺得 加一至兩種的額外香味呢 已經很足夠的啦 那麼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啦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next time 今次我來到這裏 加了一間很特別的香水專門店 我進去這裏的這裏的香水呢 我進去這裏的這裏的香水呢 幫你介紹一些特別的香水呢 好 加了這麼多分享之後呢 我會選擇三種我比較喜歡的 最新的Cair的味道 另外就是放森粉3號 所以 加了一點的香水 加了超級的PIP 加了一點的香水 加上了 加了一個比喻的 你也有喜歡我的 加了一切可以的 謝謝 謝謝 bunny 可以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